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新闻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经济正在寻求更稳定的基础 进一步的政策放松 特别是与房地产有关的放松是必要的 GALP亦减重药物的迅速崛起 将在股市上引发一场大动荡 这些药物的长期涟漪效应 将影响股票和经济的各个领域 私人信贷的保密性引起监管机构的担忧 请大家收看 中国经济正在寻求更稳定的基础 进一步的政策放松 特别是与房地产有关的放松是必要的 彭博社 中国的经济复苏仍然不确定 因为对房地产危机的担忧仍然存在 信心难以恢复 本周公布的数据 预计将显示季度GDP增长略有回升 但年度比较可能不那么有利 虽然一些有希望的数据表明 本季度早些时候经济活动趋于稳定 但复苏仍然不平衡 消费价格在9月份接近通缩边缘 房屋销售未能出现反弹 这可能会抵消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支出的任何支持 人们仍然担心 中国将推出多少额外刺激措施来支持经济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进一步的政策放松 特别是与房地产有关的放松是必要的 在世界其他地区 投资者将关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关于年底是否会再次加息的评论 以及英国的通胀和工资数据 预计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央行将保持利率不变 而澳大利亚几位央行官员将发表讲话 在欧洲 英格兰银行将监测即将发布的数据 以确定他们最近暂停加息是否合理 在中东 以色列经济前景不确定 军事升级可能会对消费 投资和旅游造成伤害 在非洲 尼利亚的通胀预计将连续第九个月加快 可能导致借贷成本上升 南非的通胀也有望上升 交易商正在预测11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70% 在拉丁美洲 毕鲁的衰退预计将加剧 而巴西的经济预计将连续第22个月扩张 哥伦比亚的经济预计将近略有扩张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议会之声公投结果做出反应 澳洲 ABC 维多利亚州成为第五个反对 在澳大利亚宪法中建立原住民议会的州 这一结果令原住民组织感到失望 他们称这是一个错失的进步机会 也反映了该国的种族主义 一些活动人士呼吁签订条约 主张通过真相告知和治愈来推动和解进程 尽管投票结果是否定的 但仍有大量澳大利亚人支持建立原住民议会 并呼吁更好的支持原住民社区 私人信贷的保密性引起监管机构的担忧 信贷周刊 雅虎 监管机构警告称 由于缺乏透明度 私人信贷借贷面临较高的利率和潜在的债务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 由于较高利率的滞后效应 该市场容易出现大幅调整 他补充说 市场中的脆弱性可能对银行构成风险 英国银行在7月份警告称 美国私人信贷市场的某些部分 利用更大的杠杆来提高回报 这意味着那里的威胁可能更大 然而 梅尔布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斯图尔特·布林克沃斯表示 倾向于认为更多的监管必须是答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导委员会 呼吁在2025年6月前制定新的资金和股份计划 路透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人国承诺 将在12月15日前完成配额资金审查 并表示支持增加配额 以至少维持IMF的整体借贷资源 因为双边借款安排即将到期 IMF的指导委员会主席 还呼吁在2025年6月前提出改变基金持股配额的提案 该声明没有具体说明资金金额 单位可能在短期内增加资金 而不改变近期持股配额留下了机会 还敦促IMF提出过度安排 以维持其当前的资源总量 直到配额增加生效 就像他与卡尔顿的关系一样 谢尔瓦尼作为蓝军名单经理的时间也很复杂 悉尼先驱晨报 斯蒂芬 谢尔瓦尼在卡尔顿队长时间的重建过程中 作为球队的名单经理犯了一些显著的错误 但他也为球队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中间力量 包括雅各布 维特林 山姆 沃尔什 哈里 迈凯 和查理 卡诺 谢尔瓦尼在交易和选秀中的能力至关重要 但他用高顺类选秀选择帕迪到洛奇 奥布莱恩和山姆 佩特雷夫斯基 赛顿的决定对球队来说是一个重大失误 这位前业内人士声称 特别是2015年的选秀 是布鲁斯队的一次成功 维特林 麦凯和卡诺都证明了自己是关键球员 然而 谢尔瓦尼为了莱姆 斯托克 而交易未来的选秀权 以及引进几名在大西部悉尼队表现有限的球员的决定 受到了批评 尽管他有所失误 但谢尔瓦尼通过选秀舰队的能力受到了赞扬 球队现在为未来做好了准备 今年季后赛的成功将决定谢尔瓦尼执掌期的最终评判 您试着抵押贷款悬崖 以下是如何重新贷款您的住房贷款的方法 悉尼先驱晨报 目前 澳大利亚的抵押贷款在融资比几年前变得不那么有趣 因为利率已经上升到约6.3% 而银行也不再提供以前的同样优惠条件 然而 由于生活成本的上涨 许多房主仍然希望进行再融资 管理再融资过程的建议 包括致电您目前的银行 看看他们是否能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利率 谨慎对待其他银行提供的福利 避免延长贷款期限 积极管理您的抵押贷款 并考虑在融资的成本 更短的暑假和免费辅导 一些学校如何应对疫情引起的学习损失 CNN 今年夏天 休斯顿的一些孩子只有三周的暑假 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 两所小学增加了20天的学年 在印第安那州 全州的学生在过去一年里 获得了超过36000小时的免费辅导 长期以来 研究一直表明增加优质教学时间 对学生的学业成就有重大影响 尽管让学生 教师或家长接受更长的学年 暑期学校或课后辅导 可能并不容易 但是 在新冠疫情期间 经历的显著学习损失 以及对K12教育的历史性联邦投资 使得一些学校 做出重大改变的时机成熟 从2020年3月到2021年3月 国会授权为K12学校 提供了1900亿美元的资金 大约是他们在正常年份 从联邦政府获得的6倍 现在还为时过早 将弗吉尼亚州 德克萨斯州和印第安纳州的 这些新项目成为成功案例 但他们正在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 并可能为美国的学校 设立了重要的改变的榜样 印度在这一天 展示了他们的力量 无与伦比 BBC 印度在备受期待的 世界杯板球比赛中 击败了巴基斯坦 比赛在全球最大的板球场举行 场内有13.2万名观众 两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 显而易见 旅行球迷和记者很难获得签证 比赛以印度以89分的优势 获胜结束 进一步巩固了他们 在比赛中的地位 股市正在接受 奥塞姆匹克的影响 雅虎 GLP 一减重药物的迅速崛起 将在股市上 引发一场大动荡 这些药物的长期联谊效应 将影响股票和经济的各个领域 这些是需要关注的领域 因为像奥塞姆 Wagovic 和Money Arrow 这样的药物 越来越受欢迎 随着GLP 一减重药物的风靡 数百万美国人 有望在未来十年内 共同减掉数亿棒 并在此过程中 重新分配数万亿美元 换句话说 股市正在被奥塞姆影响 这一加速趋势 在上周得到了充分展示 当时诺和诺德表示 一项药物试验表明 奥塞姆和Wagovic的活性成分 塞麦格列厅 可以帮助肾衰竭患者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内容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中国的经济 正在寻求更稳定的基础 尽管季度GDP增长略有回升 但年度比较可能不那么有利 房地产危机的担忧仍然存在 给人们恢复信心带来了困难 但是 一些有希望的数据表明 经济活动正在趋于稳定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不过 消费价格接近通缩边缘 房屋销售未能反弹 这可能会抵消政府 加大基础设施支出的任何支持 人们对中国是否会推出更多刺激措施 来支持经济的担忧仍然存在 在其他地区 我们将关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关于年底是否会再次加息的评论 以及英国的通胀和工资数据 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央行 预计将保持利率不变 澳大利亚几位央行官员也将发表讲话 在欧洲 英格兰银行将监测即将发布的数据 以确定他们最近暂停加息是否合理 在中东 以色列的经济前景不确定 军事升级可能对消费 投资和旅游造成伤害 在非洲 尼利亚的通胀预计将连续第九个月加快 可能导致借贷成本上升 南非的通胀也有望上升 交易商正在预测 11月份加息的可能性为70% 在拉丁美洲 地鲁的衰退预计将加剧 而巴西的经济预计将连续第22个月扩张 哥伦比亚的经济预计将仅略有扩张 接下来 维多利亚州反对在澳大利亚宪法中建立原住民议会的公投结果 令原住民组织失望 尽管结果是否定的 但仍有大量澳大利亚人支持建立原住民议会 并呼吁更好的支持原住民社区 这反映了该国的种族主义问题 一些人呼吁通过签订条约来推动和解进程 此外 私人信贷的保密性引起监管机构的担忧 私人信贷借贷面临较高的利率和潜在的债务危机 监管机构担心市场容易出现大幅调整 可能对银行构成风险 一些人认为 更多的监管是必要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委员会 呼吁在2025年6月前 制定新的资金和股份计划 成员国承诺将在12月15日前完成配额资金审查 并表示支持增加配额 以至少维持IMF的整体借贷资源 这表明 IMF成员国对增加资金的支持 并为未来的配额增加留下了机会 此外 关于体育方面的新闻 斯蒂芬 希尔瓦尼作为篮军名单经理的时间也很复杂 他在球队建设中犯了一些错误 但也为球队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中坚力量 尽管他有所失误 但希尔瓦尼通过选秀舰队的能力受到了赞扬 球队现在为未来做好了准备 最后 印度在备受期待的世界杯板球比赛中击败了巴基斯坦 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比赛中的地位 比赛在全球最大的板球场举行 场内有13.2万名观众 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比赛 展示了印度的实力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我是六博士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